好,各位大兄弟们,这里是币圈老韭菜,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 从今天开始呢,我可能要花一段时间,可能要做几个视频 我们一起来讲一下,大兄弟们都非常喜欢的DOT波卡生态 那我们讲波卡,我们就不得不说Kusama 波卡还没有上线,只不过他有他的代币给发了 被质押了,Kusama才是真正的目前的焦点所在 那我们先讲什么是Kusama,波卡非常的复杂 他的概念就特别多,不像以太坊 就一个去中心化的电脑,或者去中心化的操作系统 可以在上面布置DAP,简单来讲 那我们简单来讲波卡,他要做的是interoperability 就是跨链,就是能够互相交互 那他为了解决以太坊的一些问题 他的概念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所以我们要一点一点来讲,把整个生态讲通 大家才能够真正的理解他波卡,他背后他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东西 那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东西呢? 因为Kusama的平行链插槽拍卖马上就要开始了 那我们先讲什么是Kusama Kusama是Gavin Wood 为了测试波卡创造的一个测试环境 他为什么要造这个东西呢? 他因为他说Kusama需要是在真正的经济模型下去运行 就是有真的钱流入进去,就Kusama是值钱的 然后来测试,在真正的有经济流通的情况下 波卡生态会不会有问题 就整个波卡会不会有问题 正是由于这个初衷,Kusama被创造了出来 这是非常重要的 Kusama和波卡基本上是 他的代码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最最主要的问题,最大的区别 是波卡上面有更为严谨的一些审计 Kusama上面的代码呢,就相对来说呢,稍微松散一点 但是他们基本上代码是一模一样的 还有呢,Kusama上面的速度要比波卡上面更快 就非交易型的速度,Kusama要比波卡要快四倍 相对来说,就波卡为了更加稳定 他会把他的速度放慢一点,就出快的速度 而Kusama上面的出快速度会更快一点 方便大家去做测试 记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就Kusama的存在呢,是Gavin Wood为了测试波卡 而且是在真正的经济模型下测试波卡 不像传统的,我们以太坊上面有很多的测试链 那些测试币都不值钱的 但Kusama上面的KSM,贼贵 贼贵是非常值钱的 好,我们说为什么我们先说在Kusama上面的卡槽拍卖 同样的道理,Gavin Wood为了让卡槽拍卖能够顺利的在波卡的网络上面进行 他首先会在Kusama上面去做测试 测试完之后,这个parachain,就平行链 如果拍卖成功,然后运行没有问题 然后这些东西才会搬到波卡上 他是有这样的一个设计的 那也就是说Kusama上面的卡槽拍卖 Kusama上面的parachain的运行就变得至关重要 那我们这个中文讲的特别的简单 但是我们要知道,parachain一共现在只拍5个parachain 5个卡槽,那理论上可以有32个卡槽 但现在先拍5个卡槽 他会一点点拍,为了减轻系统的负担 在此之前他们也做了很多的事情 那么你要看的话,要看这篇文章 就这篇英文的文章,就写的比较详细 那这个呢,首先呢 在Kusama上面呢,已经有一个parachain了 叫做shell,这个shell呢,已经在两周之前上线了 就目前而言呢,running very smoothly 非常的顺滑 并且呢,这个shellparachain呢 已经被升级到了一个叫做state mine 这样的一个chain,在上一周 就拨卡上面概念特别特别多 然后Kusama上面呢 就像,theequivalent of the polka dots state mine common pairachain 它这个parachain又分好几种 一个叫做,它整个架构的时候 有一个叫做relay chain,就是中级链 有一些叫做parachain parachain就是单独的一个blockchain 你可以这样对比的理解 它就相当于binance matching 我觉得就相当于polygon 以太坊呢,就相当于是个relay chain 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虽然不是很严谨 但是你可以这样的去理解 那这个parachain呢 就相当于是它的侧链 然后侧链呢,可以通过中级链 再和其他的侧链进行沟通 对吧,侧链通过中级链 再和其他的侧链进行沟通 那现在好像以太坊上生态也是一样的 你好像不可以从binance matching 直接打币打到polygon或者泛桶上 基本上在以太坊转一转 或者你通过any swap 有可能是可以 那所谓的沟通呢,我们主要讲的还是转币 就目前还是转币 你说以后那种更再强大的沟通呢,是有可能的 比如说直接机器人在不同的chain上面找到最便宜的AMM 对吧 比如说1inch就未来啊,现在是不可以的 1inch它必须部署在不同的chain上面对吧 你必须在以太坊上有个1inch 你必须在那个binance matching上面有个1inch 在polygon上面有个1inch 那发展到后面可能它只要部署一个1inch 这个1inch可以在不同的链上去找到最便宜的价格 但是现在啊,这个技术非常复杂,还没有成功 现在他们唯一要做到的就是把这个B的生态 这个价值能够流转,就已经很牛逼了 这个呢,现在呢,波卡呢都还没有做到 到现在还没有做到 好,那我们要一点一点讲 那我们先看 我们今天先讲一下,这个Kusama马上就是要进行auction了 对吧,如果你们有KSM的人,你们可以去参与一下 那为什么要参与呢 你可以免费获得很多的币 那是为什么可以免费获得很多的币呢 我们到时候要讲一下 然后呢,我们后面一系列的视频啊 我们讲一下这个波卡整个生态 它是怎么构造的 它的架构是怎么样子的 就会讲到它的整个设计的原理 它有个relay chain,它有pari chain,它有pari thread 它有validator,它有nominator,对吧 它还有什么一堆,它一堆概念超复杂,真的超复杂 我们今天讲,我们讲那个Kusama呢 已经在上面呢,有一个叫做state mine 这样的一个呢,已经顺利的运行了 那也在它的,也是在Gavenwood的预测之中 就是说等它第一个pari chain,第一个pari chain是官方的 它自己上的,它运行了比较成功之后呢 就可以开始卡槽拍卖,开始卡槽拍卖 那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卡槽拍卖 那怎么样才叫卡槽拍卖呢 卡槽拍卖呢,就是你要是你,是项目方啊 或者项目方召集很多的人 如果是在Kusama上,Kusama上面的代币叫做KSM,对吧 Coingego,KSM是非常贵的 这两天KSM应该爆拉了,500到了,对吧 人家都在跌,它在涨 就是因为那个Kusama马上就要进行卡槽拍卖了 那卡槽拍卖对它代币经济是非常有优势的 那为什么呢,我们现在来解释一下 你必须要把你的KSM投到或者质押到 你要选择的那个chain上面 就拥有越多的KSM 你就有越大的可能获得这个卡槽拍卖的成功 那这些只有你有成功了之后 你才可以把你的chain真正的部署到Kusama上 才可以真正的和中级链连在一起 才能整个生态真正的流通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一些明星项目来说 我们知道波卡上面有很多很多项目 比如说什么Centrifuge 比如说什么很多很多项目 我这边还帮你们找了一篇文章 波卡生态哪些项目是值得关注的 对吧 对还有一点要讲的是 第一批卡槽拍卖一共是只拍五个卡槽 它是设计好的 这五个卡槽拍卖完之后 它还会有第二批 还会有第三批 还会有第四批 但是每批之间 它会隔离一段时间 要去观察一下 卡槽拍卖以后会不会有问题 对吧 这就是非常重要 这边是具体的一个时间表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卡槽拍卖6月15号 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那么来看一下最最重要的 有哪些比较重要的项目 其实在这里看会更加清楚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在Kusama上面已经有了state mine 对吧 还有几个比较大的就是什么moon river 什么bioforest 还有什么carora 什么cute 什么net 这些项目其实我也不是特别熟悉 因为我对波卡的生态 因为它过于复杂 我主要还是在以太坊生态 了解的比较多 波卡是现在还没有真正太牛逼的应用 所以关注度也不是特别高 但是大概我还是比较了解的 所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如果有波卡牛人 波卡大咖可以指出 我这边有什么地方说的不对 我们一起来探讨 好 那我们今天讲的是那个Kusama的拍卖 对吧 这边也写了什么stone 什么乱七八糟 Dora Factory Sup Game 等等等等 都是一些可以提前关注的 那我个人认为呢 这些呢也都会去参与卡槽的拍卖 参与卡槽的拍卖 好那你怎么去参与卡槽拍卖 这就非常重要 首先你必须要有Kusama 对吧 你可以下载一个叫做Poke.js的一个插件 这个是最最最最方便大家去参加拍卖的 当然还有其他的途径 那这个应该是最容易的 你自己搞一个钱包 把你的Kusama从交易所里面 达到你的类似于MetaMask 这样的一个钱包里面 之后呢 你就要进入他的一个应用APP 叫做pok.js.org 这样的一个应用APP 应用APP之后呢 你上去呢 他默认的是在波卡 他默认的是在Pokadot 他默认的是这样的一个界面 你当然你可以去质押你的波卡 选择你的节点 选择你的节点去做staking 去获得一定的收益 这个都没有问题 但我们现在要进入Kusama 你要在这边可以看到吗 大一点 左上角这边 你要选择 点一下这个地方 点一下这个地方 你要选择Kusama 选择Kusama之后呢 你还要点这个switch 好吧 点两下 他就会切换到Kusama的网络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在这边选择 有一个parachain 在network下面呢 有一个parachain 点了parachain之后呢 你就可以参加到时候的竞拍了 这边应该会显示的 现在就只有一个叫做statement 我们之前也讲过了 statement是官方的 就是Gavin Wood他们自己项目方 自己搞的一个parachain 主要是测试 我们第一个parachain 有没有问题 就目前来看呢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都一切都很平滑 然后我们后面有机会再讲 什么叫做parachain 就是超复杂 到后面开始拍卖时候呢 这边会写的 这个拍卖是什么 然后这边右边呢 应该可以说我要质押或者怎么样 好 现在重点来了 为什么我们说 如果你拥有Kusama 在这段时间之内呢 你可以获得很多的收益 第一 你去拍卖的时候 你去质押的时候 并不是说啊 你把这个币呢卖掉了 你只不过是把这个币借给项目方 项目方到时候要还给你的 好吧 你只不过把这个币呢 其实是和那个ETH2.0有点像 是质押在一个smart contract里面 可能要质押个一年 它有一个严格的时间线 就是大家要去图文的 基本上好像是最低好像是64周吧 最长的时候是一年 质押完之后呢 他会把这个Kusama一年之后还给你 现在项目方给大家承诺 如果你来质押我 对吧 你把我的Kusama 比如说给我这个项目方 给我什么moon river或者bit forest 给我这个项目方 那我会给你1比1的代币 那你质押一个ksm给我 我会给你一个bit forest 同样道理 你只加一个carora给我 我会给你一个carora 但这些代币的价格呢 我们都还不知道 大家都还不知道 我们知道一个Kusama 是400多刀500刀 这些代币不可能一个500刀的 这些可能值个一刀 或者5刀 有可能是10刀 那每个代币都不一样 那这种呢 就要看大家的自己去衡量一下 对吧 自己去衡量一下 因为你去质押的时候 至少要有一个64周 至少有个好像32周吧 至少有一个32周 这样的一个等待期 等待期 就是半年多的一个等待期 那半年之后呢 很有可能这个牛市已经过去了 对吧 现在Kusama500块一个 美兹兹 对吧 到时候呢 可能只有50块一个了 这是也是有可能的 当然了 你现在质押呢 第一呢 你是见证了波卡整个生态 对吧 你从Kusama这边就去研究啊 然后呢 Kusama成功之后呢 你就可以做同样的操作 去在波卡上面去做操作 那同时呢 你可以获得免费的一些代币 对吧 获得免费一些代币 你可以把这些免费代币呢 这些免费的代币还有一个问题啊 你们要去读文档 每个人 每个项目给你的代币呢 它都不是一次性释放给你的 它是线性释放给你 比如说每个礼拜给你多少 或者每个月给你多少 对吧 比如说我给了它1000个Kusama 我理论上可以获得1000个 什么KHALA这样的一个代币 但是我 它不是一次性给你1000个 对吧 这样的话就完蛋了啊 它它的代币的价格就完蛋了 它为了防止抛压呢 它会线性的给你啊 这每一个项目呢 又是不一样 所以要做大量的研究 你如果身上有很多Kusama 有很多波卡的人呢 对这个要做大量的研究 好吧 就是你首先觉得哪个项目比较好 那你就去投哪个项目 对吧 好的项目它代币会涨 其次呢 你要了解它这个代币模型是什么样 它怎么分发给你的 你这个也要了解 对吧 还有呢 现在在牛市中 Kusama500块一个 但后面会不会Kusama 还有500块一个 这个又是个问号 所以各种因素啊 你们大家都要想清楚 对吧 都要想清楚 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 我们讲这个波卡 特别是Kusama 怎么样去质押啊 怎么样去用啊 怎么样 有哪些方面 你需要你去值得你去思考的 基本上是比较详细的讲了一遍 好吧 希望大家能够啊 自己多做研究 因为我个人呢 完美的错过了Kusama Kusama是一个非常非常 就从投资的角度 或者炒币的角度来说 Kusama是个非常牛的 一年涨了82倍 一共涨了561倍 就在2020年1月14号才八毛钱 现在已经500块了 基本上就500多倍 对吧 所以说Kusama是一个非常非常牛逼的币 就是很多人都只知道波卡 不了解Kusama 其实Kusama才是波卡的先行者 Kusama出了问题 波卡根本就都上不了线 好吧 这是Gavin Wood的为波卡 亲手量身定制的一个测试链 这个测试链 他当初已经说了 为了是在真正的有经济压力的情况下进行测试 所以说他每一个代币都是值 钱的都是有经济利益的 要不然这个测试呢 就就没有意义 这是他的原话 所以说如果你们之前喜欢波卡的同学 并且又把握住了Kusama 首先恭喜大兄弟 你说明你们对区块链是非常的有研究的 现在见证历史时刻又到了 欢迎大家参加Kusama上面的Parrot Chain Auction 当然如果你能Auction到 就说明你的项目是很有实力的 一共第一轮只有5个Parrot Chain 只有5个Parrot Chain 大家拭目以待 6月15号 最近的一段时间我都会更新波卡 我们都会讲Kusama 先讲Kusama 讲完Kusama我们再讲一下波卡 其实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在Kusama上面发生 波卡还早呢 波卡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视频讲一讲 又讲了20多分钟 从明天开始我们会讲一下 什么是波卡 对吧 我已经文章也给大家找好了 现在被我关掉了 我会根据一篇文章来分析一下波卡 它的架构是怎么样的 先从它的relation开始讲 再讲它的Parrot Chain 再讲它的什么Parrot Chain里面有些bridge等等等等 超复杂了 好 那我们一点点来 那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呢 关于波卡 特别是关于Kusama的视频呢 我们就讲到这 希望大兄弟们喜欢 喜欢大兄弟们记得给我点个赞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Peace 你们处理好玩呢